好,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那本2000多页的电子书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主要的一本参考书籍 但是我们的课本其实从维基百科也拿了很多的图片和文字 那维基百科这种东西是一种创作公用的作品 所以当你使用了维基百科的时候 你必须要遵照它的授权 那我们就遵照了它的姓名标示相同方式分享的这种授权 那这种授权我觉得有必要给各位了解一下 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什么叫做姓名标示相同方式分享的授权 这个东西叫创作公用 那创作公用的姓名标示相同方式分享 它有一个简明的解释 当然它有很严格的法律定义 因为这个法律条款是哈佛大学的宪法学教授 Lasic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它很严谨 你在法律上面拿来跟人家做诉讼 应该也不会输的 所以这是很严谨的 有很严谨的法律条款 但是一般人看不懂 所以它这里有一个很不严谨 但是你可以看得懂的 你可以自由的分享 或者是重混混搭修改这个著作 分享这个著作 然后也可以进行商业利用 但是你必须要遵照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要做姓名标示 第二个条件是你要按照相同的方式去分享 那你必须要 如果你今天得到著作权人的同意 那你不想分享也OK 但是你必须要跟他签约 你跟他签了契约 就算他要告你也告不成 OK 那其他因素下它属于公共领域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公共领域的意思 基本上就是说 各位知道著作权法 只要一个著作呢 在作者死后50年 他就会过期 过期的东西呢 就自动归类为公共领域作品 所以你现在去看《红楼梦》 有没有版权 没有版权 因为它是公共领域作品 曹雪芹已经死了一两百年了 所以你这种公共领域的作品 就可以随便用 那基本上以这一个 这一种授权而言 它是属于你必须要遵守的条件 就是标示姓名和相同方式分享 那但是有一些条件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加上NC 那这时候你看到的条件 就又不一样 姓名标示 非商业性相同方式分享 这时候你得到的授权呢 它就多了一个非商业性 也就是说你不能拿去卖 你不能拿去获利 OK 但是我们这一本呢 是没有 没有规定非商业性 所以你可以拿去卖 你可以把我的书拿去卖 但是有个条件要求 就是 你要标示 这是谁写的 而且 你虽然可以拿去 你虽然 就是刚刚我们没有非商业性 所以可以拿去卖 但是你还是要相同方式分享 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书 也开放在网路上 给人家免费下载 而且按照这种授权 这样清楚它的意义 那这个后续你还会 接触到一些 像所谓的开放原始码的东西 在城市领域呢 开放原始码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我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相关的 像这个GPL呢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开放原始码授权 是耿勿这个组织 所定制出来的 那GPL 是开放原始码支付 Richard Stolman 理查史托伯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授权 那这边 当然绝对不是这个GPL超级联赛 是 这个 葛怒通用公共授权条款 你会看到很多城市是采用这种方式 去授权的 那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Linux Linux的授权就是用GPL 但是它是一个有条件的GPL 那这个东西在城市领域也就蛮重要的 那像Linux就是用GPL V2 而且还开放了一个就是说 系统呼叫以上不需要公开原始码的方式 那所以这里其实有很多法律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Richard Stolman 那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故事很长 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告诉各位太详细 但是也就说 这种GPL的授权 也就是你要强制开放原始码 放在网络上 让人家可以存取 如果你修改了人家的GPL的程式 那你的修改版必须要放上去 OK 任何用到GPL程式的程式 通通都要这样做 那这是 这是有关于授权的一些问题 那当然这不是我们这门课的重点 我们这门课的重点呢 还是在数学上面 只是因为书 我们的授权 先让各位看懂一下 免得误触法律 那虽然我们的书是 都是公开的 但是不要去 不要去踩到地雷 虽然它是很开放的 但是它其实是有限制的 有某种程度的限制 就是你要公开你的书 给别人下载 那这里我们 有点前沿 写书都会有前沿 但是我们这一个 维基分其实有点 跟程式搭在一起 因为我们希望说 能够看到用的部分 所以这学期有机会的话 我还再多加一些 跟程式更有关的东西 因为去年的话呢 我写书都来不及了 所以很多跟程式有关东西 来不及加 今年有机会我会再加 那这是我们的书的目录 那这个目录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 一般书都从第一章开始 我们从第零章开始 那这也蛮符合 我们学程式的人的习惯 如果你学诗语言 你知道阵列是从零开始算 不是从一开始算 那这个 第零章 基本章跟为基分无关 我们给各位一些 很 怎么讲 就是基本的数学概念 等在后面的章节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的 这种基本数学概念 包含集合论 代数 函数 数学符号的念法 这些我们第一章会讲 那再来呢 第一章之后 第零章会讲 第一章之后就真的开始进入微积分 那第一章还是个简介 我们会看到 微积分跟电子领域的关系 那微积分的历史 那函数的大观源 就是我给各位看一些 各式各样的函数 那有些是蛮奇怪的函数 那你就可以比较了解说 微积分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比如说有些函数不可微 什么叫不可微 没办法微分的 在某些点上面 它是一种 无法微分的点 而且它还是连续的 这可能才是奇怪的地方 那比如说积分 它的概念是什么 那单变数和双变数的时候 是做什么用 那第二章我们会讲微分的概念 那这里极限 刚刚我们其实已经出了两题 这里最关键的就是极限的概念 那极限的概念呢 在数学系会很强调 因为你可能会用错 数学系绝对不希望 数学系的学生会用错 所以它们会很强调 在我们这边可能没那么强调 但是我们还是会 会有蛮不小的篇幅去介绍它 然后什么叫连续 你要做微分之前 你一定要先知道 这个函数是不是连续的 如果不连续不能微分 不连续是不能微分的 那导数什么叫导数 那另外有一种叫病态函数 就是到处都不能微分的 那这种有很奇怪的函数 那另外像微分 OK那微分的法则 这就是公式 但是呢 我们的重点不在这些公式 因为你考试的时候 我们公式都会给你 所以重点在哪里 你怎么样从定义 一直回到定义 然后比如说 我请你证明这个公式 你把它证明出来 比如说我给你像这样的题目 你能够回到定义把它算出来 那到越来越后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那我不需要回到定义了 我只要套公式就好 所以公式在后来 做比较复杂的题目的时候 各位才会去用 一开始我们不会这样做 接下来是微分公式的一些证明 一些很常用的微分公式 像连锁规则这种东西 那连锁规则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个莱布尼茨的微分记号 其实是很有价值的地方 就是从连锁规则可以看出来 那后面呢 还会有均值定理 罗币达法则 隐含数微分 极大极小值 那我们会有个程式是使作数值微分 用C语言写的 各位现在应该正在学C 对不对 就是 是学C++ 是学C++ 柯老师教的 一开始就++了吗 一开始就++ 所以你们现在 在你确定你们是学C++ 不是只有软体用DevC++而已 是 书也是用C++的 OK 那OK那我了解 不过 一开始就进C++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高难度的事情 那C就已经够难了 C++是不只难还复杂 又难又复杂 所以 我想柯老师应该有他的用意吧 我不清楚 但是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很可能会打击各位自信心的一个做法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会用C来实错 各位 C++跟C是相融的 但是C++多了很多东西 所以 各位在 看我的标准C的时候 你就可以验证一下 你是不是 C有学好 顺便检验一下 因为C++等于是C的超级 的超级就是 Super Set 那也就是说 C可以写的 C++里面都可以写 但是呢 C++里面可以写的 C里面不一定可以写 OK 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那 前一阵子我看过一个讯息 就是 很多人 Google工程师用C++ 然后人家问他说 你对C++了解多少 甚至他们在人家入门 就是进来面试的时候 就会问他 那你觉得你C++了解百分之多少 那那种说 我很了解百分之一百 那种马上就被剃掉 因为绝对是说谎 没有人一百百分之一百了解C++ 为什么呢 因为C++的创造人 很难念的一个名字 他就说 人家问他 你对C++了解多少 你是创造人应该很了解 他说我大概只有百分之八十几了解而已 所以C++ 祝福各位 应该会有一个 很有趣的情况 好 那再来 积分的东西 那积分可分定积分和不定积分 那积分的一些技巧之类的 还有瑕积分 瑕积分就是有瑕疵的积分 有一些点不连续的时候 我要怎么积分 类似这种东西 那另外第四章 我们会讲微分和函数逼近 那重点是态勒展开式 态勒展开式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跟我们后面的所有东西都有关 所以从态勒展开始开始就进入工程数学 就会进入工程数学 那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公式是 就是油拉数 那油拉负函数 油拉负函数 这个东西对工程数学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在基础维积分里面都不会交 它的写法是 1的is次方等于coss加i乘以sins 有没有人听得懂我说什么 那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证明的 透过态勒展开式就可以证明 那再来就会看到负利液极数 那负利液极数就是油拉负函数的态勒展开式 那接下来呢 所以会有负数 负数在 我说的负数不是正负的负 是复杂的负 负数会有负数 也就是有虚数的那个东西 那负数在高等数学里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如果没有了负数 近代数学呢 可以砍掉一半 所以负数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说负利液转换 你没有从负数来看 你绝对不知道它到底在干嘛 那负利液极数 负利液转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一般的书根本就不会讲这个 负利液转换到底有什么意义 一般的书就把公式写给你 然后告诉你 绝大部分的人都懂不了 那这里就可以实做一些程式 像离善云选转换 慢速负利液转换 其实在程式领域应该叫快速负利液转换 但是快速负利液转换写起来很复杂 慢速负利液转换写起来就很简单 那快速负利液转换就是速度很快的负利液转换 它的用了很多技巧 我们不用技巧 所以我们用慢速就好 各位看得比较清楚 那另外使用负数结构的快速负利液转换 的负利液转换怎么做 这些那比如说JPEG影像压缩 这里我还没有加程式 影像压缩 但是这学期我应该会加 我可能会把ImageMagic 这一个韩式库里面的JPEG 压缩和解压缩的程式码 直接拿出来给各位看 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意义是什么 另外呢长微分方程 然后怎么样子解 那我们要解的 在这门课里面只要会解最简单最简单的长微分方程就好 因为微分方程有时候真的难解 我们只要会解最简单的就可以 那最后我们会看到拉普拉斯转换 拉普拉斯转换 那这个是一个工程 特别是通讯领域很有用的一个转换 那它也可以用来求解微分方程 那到了这里 其实去年我好像只教到这里 今年应该会八九章也会教 也就是多变数函数的微分 两个变数三个变数 这种不叫多变数 虽然我们可能会说y等于fs 但是事实上质变数只有一个s而已 所以那不叫多变数 z等于fsy 这种就是多变数 或y等于fs1s2 这种是多变数 那多变数的微分怎么做 多变数的积分怎么做 那到了这边大概这学期就结束了 不过我其实很想补充一个东西 所以如果来得及的话 我这学期会补充 就是向量微积分 OK 那向量微积分这个东西呢 是很神秘的东西 那一直以来 其实所有的微积分都不去碰这块 那一直到什么地方才会碰呢 工程数学可能会碰 但是工程数学告诉你的时候呢 它会不告诉你 到底这种东西实际的用途是什么 但是我会可能会用完全不同的手法来介绍向量微积分 我直接先跟各位讲电磁学 从电磁学看回去将向量微积分一切都清楚 但是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事情 所以我不确定我做不做得到 但是如果可以做到的话 我相信对各位来讲会是很有帮助的 电磁学里面一开始就是闪度 旋度 然后张量 这种东西 基本上只有在电磁学你才看得出意义 那 所以这学期其实我 学的重点反而是在电磁学 我自己 不是各位 那我们有写一个程式里面 有很多绘图的图都是用这个程式化的 那有兴趣你也可以看 不过这个程式是JavaScript写的 各位 要有一点JavaScript的背景才看得懂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这样灯会不会太亮 看得清楚吗 好 可以哦 那我们就不挑按了 好 我们先看一点基础 集合论 这大概是数学里面最简单的一部分 什么叫集合论呢 各位一定学过空集合 空集合 MtSet 那再来呢 空集合就是通常我们用大括号 或者是用一个空集合符号来表示 那整数集合 所谓整数集合是包含负数 0和正数的整数 的集合 那比如说像0123456789 这也算是一个集合 它只有10个元素 那这个班上的所有同学 也是一个集合 总共有几位 可能40几位同学 那在数学上面 比较常见的 还有有理数集合 各位记得什么叫有理数吗 有理数 可以化为小数的数 就称为有理数 应该是说可以化为分数 可以化为分数 也就是说可以写成Q分之P的 这种东西的才叫做有理数 那如果没有办法写成Q分之P的 那就不成为有理数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什么样的数 是不能写成Q分之P的 虚数 虚数绝对不行 虚数是不能写成Q分之P 但是没有虚数的情况之下 什么样的数是没有办法写成Q分之P的 P 对P是个无理数 P是一个很神奇的数 也是无理数 另外还有没有 根号3 根号3应该也是个无理数 对 根号2 根号3 OK 还有没有呢 P 有 刚刚有同学讲过P 好 那还有呢 1 自然对数的那个底1 2.71828的那个1 它绝对不是到2.71828就结束了 它后面是无穷长的 对不对 而且没有办法化成P分之Q 所以其实无理数有很多 事实上以 以集合论而言 无理数比有理数更多 因为有理数可以数得出来 无理数数不出来 这可以证明的 这个证明的人是Countour Countour曾经给过这样的证明 而且这一件事是跟电脑很有关系的 电脑如果你学到比较理论的部分 你会看到有一门课叫做计算理论 计算理论这门课呢 就会从有理数跟无理数开始 那 举个例子好了 计算理论有什么用呢 我想问各位 请问是不是所有的程式都可以写得出来 有没有什么问题是程式无法解的 计算理论里面就告诉你 有 有一些问题是程式无法解的 什么问题呢 譬如说停止问题 我想判断一个程式它会不会停 怎么判断 用另外一支程式去判断这个程式 在某一组输入底下会不会停 那 这样一个问题呢 就称为停止问题 Alan Turing 资讯领域的开山石柱 Alan Turing 他就证明过 停止问题 不可解 也就是说你绝对写不出一个程式 去判断另外一个程式会不会停 百分之百正确 绝对没有办法做到 那怎么证明呢 用矛盾正法去证明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会导致某种矛盾 这里我这样讲可能大家一头雾水 太难了 问各位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有没有听过理法师问题 好 那理法师问题 这个东西叫鬼论 那鬼论什么意思呢 仔细听我讲 这里有点诀窍 应该有点诡异的地方 什么叫理法师问题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他在一个世界里面 那个世界可能不见得很大 那他说呢 我要为这个世界里的所有人 我要为这个世界里 所有不自己理头发的人 理头发 但是我绝对不为任何一个自己里头发的人 理头发 请问 他说的是真话还假话 他有没有办法做到 有没有可能做得到 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吗 各位能够看出破绽在哪 再说一次 有一个理法师 他就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人 他说他要为这个世界的 所有不自己理头发的人 理头发 但是 他要为 他绝对不为这个世界里面 自己理头发的人 理头发 有很多人看出问题之所在 对不对 这种问题通常最后的问题就是 他自己 这件事情套到他自己身上会怎么样呢 想清楚了吗 这件事情套到他自己身上会矛盾 为什么 如果他为自己理头发 那他就为了一个 他就已经为一个自己理头发的人理头发 所以不符合他的宣称 他如果不为自己理头发 他就没有替所有不自己理头发的人理头发 也不符合他的宣称 所以他根本做不到 他根本做不到 听出来了 所以最后的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 那这件事情呢 各位应该曾经听过类似的东西 但是比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也有类似的东西 像矛盾这个词 就是这样来 对不对 矛盾这个词怎么来的 就是有个故事嘛 我不知道到底是在装置还是什么样的 的书里面的故事 矛盾这个词的来源就是 有一个人上街 然后他卖矛又卖盾 然后他拿出他的矛就说 这只矛是全世界最强的矛 什么矛都可以刺穿 然后呢 他又拿出他的矛说 这个矛是全世界最强的矛 什么矛都刺不穿 那于是旁边就有一个人比较聪明 他就说那如果用你的矛 刺你的钝会怎么样 然后那个人就呆住 所以这个就引申出成语 自相矛盾 刚刚的理法师其实也是一种矛盾的范例 矛盾在数学上很好用 因为你只要能够做一个奇怪的假设 然后用那个奇怪的假设呢 推出矛盾 然后你就可以证明说你根本系统有问题 那你做不到 你是骗人 好 那这样可以有什么意义呢 那你如果做一个奇怪的假设 然后用那个奇怪的假设呢 推出了矛盾 那我就可以说这个假设 不成立 他有问题 OK 这是一种证明方法 矛盾证法 好 再来我们来看 除了有理数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叫实数 实数就是你可以写成A1A2到A1点B1B2 那这个后面呢可以无限长 对 这种东西叫实数 那比如说π就是个实数 3.1416很长 那或者是1 2.71828很长 这是实数 那还有更多的实数 0.33333 这是个实数 但是它却是个有理数 对不对 因为0.333333 一直下去可以写成1 3分之1 所以它是个有理数 但是有些是没有办法写成有理数的 像π和1 好 接下来是负数 负数的集合像 可以写成A加Bi的 这种是负数 那这个i呢是虚数 i平方等于-1 照理讲 负1应该没有根 对不对 但是呢 创造虚数的这个数学家 其实是个大突破 他说如果负1有根的话 我们可以做什么 结果就开创了 近代数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分枝 负数有了根叫虚数i 那这个虚数i呢 可以让你的整个 数的世界变得很完整 而且 它会有很多很多很好用的地方 我们后面会看到 所谓好用的地方在哪 另外有时候我们会写 正整数我们会写z加 代表只有正数的那部分的整数 那写q加就是正有理数 写r加就是正实数 那如果要包含0 我们会写z0加 z0加基本上就是N 自然数 那q0加就是包含0的正数 正有理数 r0加就是包含0的正实数 那接下来有两个概念 这两个概念对微积分很重要 一个叫做开集合 开集合就是说 a到b的开集合就是 a小于s小于b的所有s 那这个s是个实数 这称为开集合 那b集合我们会用中括号 就是a到b的b集合就是a小于等于s小于等于b 也就是包含ab两点 开集合是不包含ab两点 那这些是一些集合的常见的集合 我们后面会用到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连集交集和插集 那a连集b就是 诶 这里写错了 反过来才对 a连集b应该是s属于a或s属于b 这应该是or 是下面这个才对 那a交集b就是s属于a且s属于b 这才叫交集 那另外一个叫插集的是b-a 或者是你会写成b反斜线a 这种是说s属于b 但是s不属于a的那种 那种数所成的集合 或者是元素 不一定要是数字 那这边有一个维基百科上面 抓下来的凡式图 交集就是红色这一块 连集就是外面的红色 这两块合起来 那插集呢 插集就是a b插集a的话就是 它这里没有写a和b 就是我看这应该是哪里 这一块应该是b 这一块是a 那b插集a就是把b里面 跟a重叠的部分去掉 ok 所以这是b插集a 那另外一个叫做对称x 对称x是指说 就是把交集的部分去掉 剩下的都要对称x ok 所以在这些 这些所谓连集交集的运算底下 那会有一些 有趣的事情 就是数学上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代数空间 加减乘除 在整数上面 或在实数上面 在实数上面的加减乘除 就会形成一个实数的代数空间 那对整数而言呢 加法、减法和乘法的结果都是整数 所以加减乘在整数上面 是不会超出范围的 但是除法就可能会造成 它变成不是整数的情况 所以这里其实还会有一个 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除法定义成 类似c元的除法 那它最后还会是整数 那集合里面有集合和集合之间的运算 就刚刚看到的 连集、交集和插集 那这个集合本身也是个代数空间 因为它有运算 有了运算 我们就称它为代数空间 但是不能跑出去 跑出去的话 就不能称为一个空间 所以这里是一些基本的 基本的数学 那各位上到这边一定会觉得比较无聊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很快的回顾一下 那集合的一些基本代数 像集合的连集交集的单位元素 绝对是空集合 S连集空集合就等于S S减掉空集合也是S S交集合 空集合会是空集合 那这种 当一个东西跟另外一个做运算完 还是它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称它为单位元素 那交换性 S和T的交集就等于T和S的交集 S和T的连集就等于T和S的连集 这些数学上面 数学家会很重视 但是对我们这种程式的人可能都不太重视 重视这个有一些好处 因为它才是一些真正可以做推理的东西 所以如果S交集T交集U 其实它跟S交集括号T交集U是一样 所以这两个既然是一样 括号就不用写了 就可以直接写S交集T交集U 如果不一样的话 括号就不能去掉 同样的连集也有这个特性 那分配性 S交集T连集U 可以写成S交集T连集S交集U 这是个定理 那定理跟定义之间是不一样 定理是需要证明的 定义是不需要证明的 定义通常只是一个符号的表达而已 但是定理呢 是从公理开始可以证明的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那些集合之后 就会看到代数 代数是一个很 在数学上面是 蛮有用的 但是 其实在电脑上面也是蛮有用 但是大部分的人不会去重视这个 那 举个例子 代数 数学喜欢做抽象的讲法 比如说一个集合S跟某个运算X 那这个X 比如说它是加法 那两个元素如果做了X运算之后 它还是在这个集合里面 那这样这个S就可以形成一个代数空间 那这种让AXB全数落在S中的特性的称为封闭性 那这种封闭性呢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称它为一个代数空间 那各位一定会觉得我到底在讲什么 等一下会有实际的范例 那如果这个代数空间呢 具有封闭性、结合性、单位元素和反元素、四项特性的话 我们就会称为SX形成一个群 形成一个群 那如果它还有交换性 我们就称为SX形成一个交换群 那如果呢 我们再加一个运算 是O 是O或圈 那这样子 如果S圈也形成一个群 而且SX也形成一个群的话 而且圈和S之间 具有分配性的时候 我们就说S圈X形成一个场 那各位一定会觉得 到底在讲什么 这是数学的定义 封闭性就是 如果S圈是一个群 那A圈B的话就还在S里面 A圈B圈C呢 会等于A圈B圈C 括号括不一样的地方 这叫结合性 A圈0跟0圈A等于A 会觉得很奇怪吗 那这个是群的意义 那A圈A-1 A-1代表A的反元素 A圈A-1等于0 AXB圈AXC 这个叫分配性 这有X又有圈的 那X本身也要形成一个群才行 当有这两个特性 圈和X同时在一起 又有S这个集合的时候 它就成为一个场Field 那各位一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给一个真正的范例 在实数空间里面的加和乘 R是实数 乘就是乘法 加就是加法 R乘加 这三个东西形成了一个场 这个就是数学的场 这个就是数学的场的定义 因为R和加形成一个群 实数加实数还是个实数 OK A加B加C 跟A加B加C是一样 这是实数的一个特性 那A加0和0加A 结果都是A A加上-A 结果是0 A乘以B加C 其实就是A乘B加A乘C OK 有分配性 A乘B 只要A是实数 B是实数 那结果还是在实数里面 A乘B乘C 括号 跟A乘 括号B乘C 是一样 这也是一个有结合性的东西 乘法 那A乘A跟A乘E都是A 所以乘法的单位元素是1 加法的单位元素是0 A乘A-1等于1 A-1就是A分之1 所以 刚刚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是一个把乘和加的这种 这种长的特性呢 用抽象的数学讲出来 那各位未来你都会碰到证明 我给各位这些的时候 各位要会证明出来 我给各位公理 各位要证明定理 好 接下来来看 因为刚刚那些都是属于通用的数学 不管是离散的或连续的都会适用 现在来看的就只有连续适用的就是函数 函数当然也有离散的连续 但是离散的意思是说 我只在0上 1上2上有值 其他的地方没有值 那连续的就是说 我在整个时数 轴上面可能都有值 那像fs等于3s平方加2s加5 这是一个函数 fs等于1s这也是个函数 fs等于sins这也是个函数 那离散的函数怎么写 各位在高中数学里面看到的都是连续的函数 离散的函数其实在层次里面很重要 这边举个例子 fn等于fn-1加fn-2 这是一个递回的定义 在层次里面你可以写出递回层次 下一堂课我来写给各位看 怎么样写递回层次 用标准c我不用++ 用标准c写递回层次 但是要有个边界条件 f0和f1都是1 我们先休息10分钟再来上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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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